大家好 今天是9月24日星期一 9月份剩下的交易天不多 因為今天是中秋節 先祝大家中秋節開心 我不說快樂 因為市場上升 突然說快樂 這麼快樂做什麼 開心 星期三是今個月期止轉倉的高峰日 到星期四是期止結算日 星期五是場外衍生工具結算日 由於整個大市由12日低位26,219點反彈 曾經一度到上星期五見過27,965點 差20點左右就可以攻破今個月四日的高位 即市是屬於市頂的形態 所以說走勢都還是稍微偏強 而更重要的是上個星期五 成交金額有1,304億 成交金額是走在始造的前頭 即是說某日成交金額突然間比較亮麗的話 在星市來說比較亮麗 意味著更加高的指數應該還在後面 所以我覺得這一陣技術上的反彈還未完 當然之八個交易天 市反彈了1,765點 高台有少少的反復或回途是很正常的 在這個反復回途當中 很自然就會跌穿一條五十天線 因為五十天線距離延似是很近的 升二百點升破 跌二百點跌破 五十天線暫時來說 是在27820點坐的水平 你試想一下指數 稍微有三幾八點的反復 由高台這樣計下來一定會跌穿 暫時來說比較關鍵的 都是十天和二十天線 指數自從升破了十天和二十天線流上之後 形態是屬於一個轉定的勢頭 到現在這分鐘都沒有變 但是如果你說指數不幸地不理你什麼原因 再跌穿二十天和十天線 技術上就會處於一個叫反復 肉視低位的格局 首先在波幅形態當中 我要解釋一下 指數其實它走上走下的形態是怎樣呢 是已經虧限了的了 我們怎樣去動息它呢 就用二動線那方面來參考 譬如現在時動線的排列是偏淡的 但是當指數的低位回上去突破十天線 你就斷定了 再向上再突破二十天線 這個形態不單止斷定了 是有機會上線五十天線的了 所以很多時候在一個月份的波幅裡面 我們先要了解市的形態在那個月初 到底是先高還是先低 好了了解了先高還是先低之後 就看看幅度到底有多大 如果你先高後低 無論怎樣也好 只有三幾百點的波幅 老老實實不用開心 總之它不能夠翻上去高位 但是呢 事必更低的指數一定在後面 因為每個月的波幅 你又是一千點以上呢 是司空見慣的 那當然知道了 高低位也都不會在一個星期 或者是三兩日之間出現 往後一定會抹開的了 如果你先高後低的 事必低指數還在後面 反過來先低後高的 只要不跌中低位 更加高的指數 事必一定在後面 那對一些 炒賣一些牛熊證 或者旗子 短炒的投資者來說呢 這些技術上的格局呢 如果掌握到位置 我覺得呢 都幾好 最低限度呢 你不會逆勢而行 那暫時來說 市是27500點 相對大 上個星期五呢 是跌了400點 但是我覺得很正常 那就算數了 升了1765點 跌回400點 若果是多少呢 20%而已 其實 就算今天不跌 星期三開出來再高開 你的市都是要回的了 無論如何都要休息 況且指數已經逼近 今個月的高位 要穿頂的 你更加要消化 更加要回 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好了 中手指快樂 今天講到這裡 不是不是 中手指開心 不要快樂 中手指開心 今天講到這裡